俄武之戰開打至今已經超過三週的時間 雙方情勢仍未減緩 儘管現在傳出要簽停戰協議 但俄方卻未停止轟炸行動 中間社群中心為您邀請到在台俄羅斯專家 目前於淡江大學擔任教授一職的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歷史全博士 比薩列夫 阿里桑德·比薩列夫 為大家帶來精辟的分析 現在的狀況 離兩個月之前的狀況比較不好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是什麼原因 俄國2月24號開戰 俄羅斯烏克蘭戰爭 台灣的政府歡迎牽制俄國 然後宣布反對俄國的經濟政策 俄國歡迎 是台灣富有善國家 所以可以說是現在的狀況 不是特別好 但是對俄羅斯外交環境來說 這個是比較一般的狀況 所以可能就是全世界高速 國家都批評俄國 俄國政府採取這種的行為 我可能說 所以說 實際上蘇聯結束以後 烏克蘭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比烏克蘭和台灣的關係比較好 到現在你們應該知道 烏克蘭最大的對外貿易 不是台灣也不是美國 不是中國大陸 因為大陸的壓力 蘇聯結束以後已經過了三十多年 烏克蘭還沒有在台灣開自己的代表處 但是台灣的莫斯科代表處 在1993年已經開了 還有再過三年 在1996年 莫斯科也開了 做台北代表處 但是發生了這件事情 台灣加入其他的西方東方國家 批評俄國 現在非常熱烈的支持烏克蘭 當然有影響 我們剛剛討論過這個問題 台灣批評俄國 不了解為什麼俄國要採取這種行為 然後宣布制裁 還是宣布台灣是富有善國家 所以這個影響是直接的 我本人希望這個戰爭的基地 堅持 戰爭堅持 可能 希望肯定 俄國和台灣關係要回去以前的狀況 以前的狀況實際上很好 在各個方面 最近三十年 有非常大的進展 在經貿易關係也好 在民間交流也好 在教育交流也好 所以 所以 讓人 全世界 台灣 俄羅斯也是要有時間 然後 要 盡力 改善 之間的關係 我不是認為是一個例子 因為 全世界 應該是多數國家 都不了解 為什麼 不知不知的 俄國 政府 全國 這種戰爭 這個很明顯 不是烏克蘭 改戰 而是 俄羅斯 無端的 開始 這個 戰爭 實際上 如果 從國際 管理來看 這個是 百分之百 侵略 戰爭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不是很奇怪 台灣的社會 一部分 支持 烏克蘭 還有 批評 俄國 謝謝